最強是明標5K三越場 15日晚間在板橋第一運動場舉行 事逢週末新北市有舉辦全台唯一的金標賽事 萬金石馬拉松 海外也有不少國際級賽事 吸引許多跑者都來跑5K做賽前訓練 檢視自己的跑步狀況 擔任A組配數員的跟跑團陳寵文 本次完美的配28分數 讓跑者都跑出自己理想的目標成績 預計週末去跑首爾馬拉松的他 也和我們分享自己期待的心情 27分 差兩秒就到了 然後我覺得配得很精準 這個禮拜天要參加我們公司的 員工旅遊首爾馬拉松 這一場我已經準備很久了 那什麼都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帶著一顆愉悅的心 好好享受首爾馬的賽道 首次來參賽跑5K的海外跑者陳群表示 規律的運動習慣 讓他的工作狀態都有所提升 所以他也非常推薦大家都來跑5K 之前準備的話每天都會規律運動 然後意外的是我的整個生活啊 還有工作狀態都得到了比較大的提升 解訓股份有限公司提倡大家 快樂運動 健康生活 和尋寶網一樣熱衷推廣跑步的 運動筆記小編們 本次也來跑5K力挺活動 平常都是訪問選手的他們 這次難得受訪 坦言是很難得的體驗 也感受到了受訪者的緊張心情 細圈的志工真的很熱心 都會跟你說你還剩幾圈 然後就給你一個安心感 而且還有很多攝影師 會幫你拍照片 我覺得很讚 歡迎大家來這邊做市民跑 以前都是站在攝影機後面 第一次站在鏡頭前面好像還蠻緊張的 開始懂選手的心情了 每月固定在新北市舉辦的最強勢名標5K 深受不少市民跑者的喜愛 也吸引許多新跑者來參賽 下個月的活動將在4月19日舉辦 歡迎有興趣的跑者們持續鎖定尋寶網 孫內 新北報導